大家好,我是尤尚杰 大家好,我是邱婷轩 欢迎收听解锁地球 你要干嘛 刚才刚开始就想笑了 你是不是刚刚想要一起念 是 给我抓不到台名 对,这个人怎么没有空一拍等我 我们最近在Apple Podcast上面收到一些留言 我们终于开始收到一些不是暗装的留言 为什么要讲出来 因为大部分的Podcaster都会在前面念啦 所以我就如实的念给大家 有一位朋友说 深度旅游的好频道太棒了 这真的不是暗装吗 这真的不是暗装 这是谁 然后还有一个是说 很棒的Podcast 很喜欢我们的节目 也喜欢我们在median的文章 谢谢你们的分享 我记得有一个是说什么男主持人怎么样的 那个是暗装 没有啦,那是我朋友啦 所以不算 大家知不知道我们在median上有写文章 应该是没有人知道啦 我知道啊 你当然知道 我们在median上面 其实有写一些过去过的国家的邮寄 我之前收听一个Podcast叫 新建广播 我觉得非常棒 因为他们也在median上也有文章 那他们说他们的广播啊 就像是他们median文章的导演版 导演版就是一刀未剪 你知道吗 哦,了解 因为你文章你要写那几万字不可能嘛 对 可是你用Podcast讲 其实你很轻松讲半小时 你绝对超过你文章写的东西 不过大家还是可以去看文章啦 如果大家不想听 就是花时间听Podcast的话 文章大概每篇大概三分钟就可以读完 不过还是要鼓励大家去Apple Podcast留言啦 因为我们的留言好冷清 我们会回复留言吗? 呃,我们会在Podcast里面 念大家的留言 顺念回复 如果想要听到自己的留言被念出来的话 大家可以 大家写长一点 不可以乱说话哦 乱说话就不念 哈喽 Guten Talk Octoberfest Cheat for the year 为什么要讲这么慢呢? 哈哈哈哈 因为不是我们念的就是Google翻译 但我发现我们今天开始用德语模式 为什么要用德语模式? 因为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就是 啤酒节 没错 我们刚刚在查 啤酒节要来的要怎么翻译 称德文 那结果后来 原本想要照着念 结果发现完全办不到 太难了 我们知道请Google翻译帮我们念 对我们程度大概停留在Guten Talk 这个东西 还有什么 Danker Danker 对 那其实你学过德语对不对? 我不敢说 他现在不敢承认说他学过德语 你不要这样的花动给我跳 对 好了回到正题 因为现在 现在9月底10月初的时候 就是每年 德国慕尼黑举办啤酒节的时期 嗯没错 然后我们现在 最近也在现实动态上面看到朋友在洗我班 是不是很想去 其实我以前已经去过了 哦真的哦 你是什么时候去的? 我是2017年时候去的 那我知道你以前也去过对不对? 嗯我好像找你一年 我2016去的 你在交换的期间去的对不对? 嗯对 因为我交换的地点离慕尼黑很近 大概只有两个半小时的距离 所以就可以去 两个半小时? 对啊台北到台中 没错 如果之前有听过我们的节目的话就知道 邱灵圈交换的城市 英斯布鲁克 虽然在奥地利 可是离慕尼黑是近到不行 所以对你来说去啤酒节就是一天行程是不是? 没错 而且去慕尼黑比去我也那还要近 哈哈哈 你该不会真的一天来回吧? 我真的一天来回啊 真的假的? 我就早上出发晚上回来 你干嘛那么拼啊? 因为订不到饭店 订不到饭店 你说慕尼黑的饭店? 对啊 哦哦哦 因为啤酒节的关系它整个爆满 而且超贵 你要住只能住到近郊吗? 还是更远之类的地方? 所以你干脆直接杀回英斯布鲁克 对就跟你一日北中来回是一样的概念 对啦对啦 其实那时候我去慕尼黑也是待了大概一天半而已 一天半?所以你有住? 我有住啊我有住 可是就我觉得待太少了就蛮可惜的 不过也没办法 不过再这么少也没有你少也就只有半天 我禁啊 那你那时候你觉得啤酒节怎么样? 跟你想象中了? 我觉得大家都疯了欸 你说里面的人超狂的 你不觉得就是你 我记得他们在中央车站附近吧 有一个大广场还是大草地之类的 然后我一出中央车站我就觉得大家都疯了 就是路上都是酒鬼 你不觉得吗? 对 可是我觉得在德国平常晚上的那种地点 就很多酒鬼 所以我是很怀疑这跟啤酒节有什么关联 所以说他们平常就是帮的啤酒节来过 可是我觉得最狂的是 当我到那个现场的时候啊 我原本想象 我还没去之前 因为我一定听过慕尼黑啤酒节嘛 但是呢 我原本脑海中想就是 可能很多摊位啊在卖啤酒 然后大家或坐或在那边喝酒这样子 结果不是他一大堆云霄飞车大怒神 我忘了这什么东西 超荒谬的 我那时候真的没有预济到会看到这种东西 我那时候就是他们一开始入口不是一个拱门 我进去的时候我也是傻爆炎 什么东西都超大 然后就是这个把一个游乐园搬过来的那种感觉 对你知道吗就是在慕尼黑啤酒节开始的前几个月 他们就会在那边开始建造那个云霄飞车 是建喔我以为就是搬过 那些云霄飞车就是专门为啤酒节做的啊 哇塞 对所以真的是很狂 他那个地方除了啤酒节之外 也有一些其他的一些什么节庆活动才会用那个场地 所以平常一年一年大概大半的时间都是空的这样 为了啤酒节做准备 好浪费喔 对啊对啊对啊 可是那个游乐设施我还真不敢玩 那个游乐设施我想玩可是很贵 对 我忘记多少钱了 我记得要8欧以上吧 8欧时 我那时候想玩一个旋转木嘛 那要8欧 干嘛去那边玩旋转木嘛 要玩大怒神 我不开 玩旋转木嘛 干嘛 你知道大怒神有一个新闻 他就是以前就是上新闻是说 有一个女生长发没有绑头发去做大怒神 我知道那个 下来直接爆头 你说她那个头发夹在机器里嘛 对 然后这个直接下来 然后下面的人以为是西瓜汁 我就再也不敢玩了 可能说我头发比较短 女生的困扰 听外话听外话 可是那个很贵 真的玩不了 而且我听玩过的人讲说 它上面做满了罪汗 所以你在开的时候 你就会满天都是吐这样 所以听到之后我也 你知道离那个云霄飞升稍微远一点 我的妈妈帮我跟他喷到 不过皮特有节还有一个最最最最最指标性的东西 就是他们会穿传统服饰 我知道 你喜欢那个传统服饰吗 我有买耶 你买干嘛 我就到一个节庆的地方 你就算硬颈跟他们穿的一模模一样一样吗 等一下那个不是很贵吗 我记得不便宜耶 好像要台币一千多出头 你买了然后现场穿上去 对我现场穿 然后回去之后你有再穿过吗 没有再也没有 而且那个衣服皮革味超重的 对大家知不知道我们在谈的传统服饰长什么样 那我们会把照片贴在下面啦 不过呢 因为穆尼黑是巴伐利亚州的首服 所以他们这个传统服饰啊 其实就是我们印象中那种中世纪的巴伐利亚人 他们会穿的 像以女生来说 他就是一种马甲 然后加上裙子 然后这男生的话 他就是皮裤 然后衬衫 再上皮外套 大家现在如果去啤酒节的话 会觉得哇 那每个女生都是鲍如这样子 然后裙子一个比一个短 真的大家就觉得说 哇巴伐利亚传统服饰怎么那么性感 对啊超性感的 可是其实以前的巴伐利亚服饰不是长这样 是后来改良过吗 对对现在越来越改良 以前的形式其实差不多啦 但是呢 上面领口是开很高的 哦你说拉到脖子那种 对对对 然后呢裙子是很长的 是长裙 然后当然现代人有现代人的玩法 所以现在领口就开到大概 你知道就是非常低的地方 然后裙子一年比一年还短 我看那些女生真的是上胸都出来了 对真的大概到一半嘛我觉得 我真的是没有办法 所以我后来买的是男生的传统服饰 买男生的干嘛 我还小男孩的 等一下你没有勇气去跟他们尬 对不对 我撑不起来 所以现在游客去那边很多人都会 不见得会买可是会租 哦可以租哦 对可以租 那听说租一次好像大概几十欧元吧 其实跟你买的也差不多 对啊 可是呢我听一种说法就是传统服饰其实有一些品质的差别 就假设是那种真的很传统的 然后有特定的师傅在做的 那个真的超贵的 一件可能就一套啦 可能要七八千这样子 四五千七八千都有 那可是呢 因为现在很多观光客嘛 他们想要同乐 可是他们不见得想要买这一套 像譬如说你买了 可是你现在穿还不会穿 我只穿一次 你可以其实可以把它当睡衣穿 我想说你要了 可是我应该穿不下 对 带子不合 对 那像是游客他可能不需要买嘛 对不对 那他可能就会去用租的 那租的几十块欧元 其实也蛮好玩的 对啊 那所以那时候你就 你在哪里买的啊 好像就路边啊 路边好像有很多 卖传统服饰的地方 我就买了 而且他 你这个脑波很弱耶 我就是死观光客 而且我那时候拿小男孩的衣服去结账的时候 他还一脸傻眼的看着我 他是不是以为你不知道 哪个是男孩哪个是女孩 他就跟我说 这个是给男生的 我说我知道可是我要 你应该呛他 你真的很正事不正确 我爱穿什么你管得着 这个有点难 所以你就穿了那个进去 对啊 那时候你跟同学一起去 我跟同学一起去 然后呢 然后你就进到那个 因为他们是很多 他那个会场 是很多摊位嘛 对不对 对啊 他超多帐篷的耶 可是我们那时候我记得是去HB的帐篷 HB是什么 HB是一个德国的啤酒牌子吗 但其他的牌子我都不太知道 所以我们就看 喔HB我们就走进去了 对 他那个现场就像是 他虽然说是帐篷啦 可是他很像一间一间的小木屋 对 而且很大 他里面 每一间里面都几百个人 然后他可能每一间都是 某一个啤酒厂牌 或是某一个酒的厂牌 认领 然后像HB 他可能就他有一间 那进去就喝HB的酒 对 然后呢 那个时候 那时候我进去 完全没位置坐 一个位置都没有 可是不是要坐下才能点酒 对啊 然后我会觉得 哇 点酒都没办法 然后一点酒 他说你先找位置 结果又找不到位置 超惨的 你在别人大腿上 怎么可能 那你那时候呢 我觉得我们蛮幸运的 我们那时候去的时候 其实人没有到超多 有可能是还白天的关系 所以我们就进去帐篷里面 然后刚好有位置 我们就说 诶 这边有没有人 没有人我们就坐了 啊 好爽喔 超爽的啊 我那时候在两个 至少两到三个帐篷 疯狂的绕 真的假的 然后完全找不到半个座位 那你在那边 你就找到位置 然后开始喝 那你觉得气氛怎么样 我觉得他们那边气氛很棒 而且你知道会有人 就是自告奋勇的站起来 然后就拿着自己的酒杯 猛罐 然后 哈哈哈哈 他在表演是不是 对 他好像就站起来表演 然后全场人就在那边欢呼 就啊 加油加油 什么什么之类的 鼓掌啊 尖叫啊 但是如果好像10秒 15秒之类的 你没有喝完 喝太慢的话 你就会被丢垃圾 啊 丢垃圾 你说大家把垃圾丢到领盏 他会觉得你好热喔 怎么你没有喝完 那就狂丢垃圾 大家怎么那么现实啊 一开始还帮他加油 没错 无法达到 直接拿着垃圾丢他 可是如果你喝完 就会全场欢呼 然后好像会有女生 冲上去清理一下 我不知道可能是他女朋友啊 靠腰 所以是为了这个原因就对了 也说不定喔 可是我发现大家 那女生比较宽容一点点 就是大家不会丢 真的拿垃圾丢他们 这真的太狠了 那时候我在 因为我不是找不到位置吗 然后我就觉得 是有些 有些场他们就是 很多人站在那边 那的确也是有一些喝酒比赛 可是我不太确定 他们是怎么发起的 我也不知道欸 就突然有人很high 就会开始 啊 狂喝一泼这样子 然后就成为全场焦点 大家不要看他 那时候我还碰到 我还碰到一个超狂的 怎样 他就是醉到 他真的是走路都有困难喔 就像东倒西歪这样 然后他还拿了酒杯 那时候我就觉得 欸他很厉害 酒杯还拿在手上 然后还仔细一看 他把酒杯绑在自己的手上 用一个很像胶带的东西 滚在自己的手上 这是一个醉汉的极致你知道吗 不管多醉 他绝对不会放开他的酒杯 欸你知道那个 啤酒节的酒杯 好像可以带走欸 你说带到不同的帐篷去喝是不是 好像是带回家 带回家 对啊我记得那时候大家有在说 但不知道 没有啊你说他给你的那个啤酒杯 对啊 不行啊那个不行吧 不以为可以欸 没有啊我还看过新闻欸 他是说什么很多人在啤酒节的时候 偷干里面的酒杯 天哪好久我没带 所以你有看到人带啊还是这样 我不知道可是我那时候听朋友说 好像是可以带走 我那时候就 所以你朋友就是那个偷酒杯的人 我再去他房间看看 不行啊 因为我记得之前就说什么 不是都安检吗 哦对 他还专门去查你说 欸你们偷拿里面的东西啊 偷拿酒杯之类的 欸可是我以为那时候 因为我记得啤酒节的酒比较贵 所以我以为付的钱 那就是酒杯的钱了 怎么可能 那我一直点十杯啊 把十个杯干回家 你带得走你也是可以带啊 欸那你朋友运气不错欸 因为他门口不是都有安检吗 可是我也不知道 他后来都有没有带走 不过他安检好像也蛮随便的啊 他都随便看一下 你有没有带什么危险的物品这样子 你都做个样子 对对对 因为那年嘛 就是你去的不是2016嘛 那年好像是 慕尼还有恐怖攻击 哦对 法国也有 对 那法国尼斯那个嘛 对不对 他那个好像是说开车在街上乱撞人 对开货车那一次 对然后慕尼黑那个是枪击 哦 所以他可能就 你看你想象一下慕尼黑 啤酒节那边动不动就是几千几万人 如果你在那边放个炸弹 啪 哦对我想到 因为我们那时候也在纠结说 到底要不要去 因为恐攻事件这样 不过现场应该 气氛还是很high 好险有趣 真的超棒的 因为你大概喝两杯以上 你就不会再怕什么恐攻了 哈哈哈 他是这样说吗 不过你知道吗 就是因为慕尼黑啤酒节是很历史悠久的节庆嘛 嗯 现在世界各地很多城市都有开始仿效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耶 啤酒节的英文应该说德文啦 叫做Octoberfest 嗯哼 然後加上有一個好像不知道是哪個王公貴族的生日還是什麼 都混在一起慶祝然後變成一個傳統 就像如此 對啊,結果很多國家發現這個商機無限就開始操它了 有哪些國家啊? 很多啦,美國、加拿大,然後 我記得台灣好像也有耶 台灣沒有啦 台灣有吧 有嗎? 我記得高雄還是哪裡,之前好像有 喔喔喔喔 好像有,可是不見得叫Octoberfest 應該不叫Octoberfest 就是我們有個啤酒節喔 對啦對啦 因為很多國家都會這樣做 那其實近年來很多人在批評啊 也不是因為抄的關係啦 因為啤酒節其實為期這個兩三週的時間啊 是一個巨量的資源浪費 資源浪費啊 真的,我還看到一個網站專門列出來啤酒節消耗資源的清單 給你猜一下 好,來 欸,你先知道啤酒節一次大概訪客了多少人嗎? 喔這好難,有一個範圍嗎? 或者多少數字以上? 欸,不行啦 你先猜一個數字,我跟妳講多還是少? 那我講個兩百萬 再多 其實也差不多就是好幾百萬啦 七百二十萬 哇,那多很多耶 對啊對啊 欸,你看兩三週的時間就有七百二十萬人進到這個Octoberfest裡面 好驚人喔 所以那個商機跟那個,就是不可思議 可是你知道 就是整個啤酒節他們會消耗多少啤酒嗎? 用公升來算的話 有到億嗎? 沒有啦,這麼可能 一億公升還得了啊 我沒有概念,這太大了 六百九十萬公升 那也是很大耶 對啊 然後啊,消耗咖啡跟茶三十萬公升 不過到底誰會在裡面喝咖啡跟茶? 小孩子喔 然後還有消耗雞肉大概五十萬隻雞 為什麼有雞肉啊? 沒有啊,就裡面的食物啊 他們裡面食物的雞肉? 我以為都只有香腸耶 它有一些什麼漢堡什麼的,有的沒的 五十萬隻雞 然後還有四點四萬公斤的魚 然後你剛剛不是講香腸嗎? 香腸就有十四萬隻 嗯 然後據說垃圾產生可能超過一千噸 喔對,我覺得這個垃圾產一定爆大 對,所以呢 那個慕尼黑的啤酒節 近年來其實有些人在反思說 喔,我們舉行這個慶典當然是很high啦 可是破壞環境到底好不好這樣子 可是我覺得破壞環境就是垃圾的部分 你看他們酒平常也是要喝啊 魚平常也是要吃啊 是沒錯,可是你平常在家裡 你可能不會喝到一個爆炸的 或是你不會香腸狂吃一次吃十幾個這樣 不過後來你知道嗎 我在目離開街頭亂晃的時候 我經過他們試真聽 然後看到前面有一個也是一排攤位 然後它上面就有告示牌說 這邊是那個Vegan啤酒節 素食嗎? 對,超酷的 它就是也是一個啤酒節的攤位 但是它全部是全素的 不過我看蠻冷清的 所以啤酒它本身算是荷喔? 啤酒是素的啦 可是它的一些食材啊 或是說它一些其他周邊商品 它很多都是荷的 譬如說香腸就一定是荷的嘛 對 那它在那個素食啤酒節裡面 它可能就賣一些素的食物 對 那可是我看起來人很少的是 沒有市場 哇 因為我也沒有去吃 那我剛剛講的這個Vegan啤酒節 它就是在 搬在那個市政廳前面的廣場 你那時候有去市政廳嗎? 我有點忘記了耶 你是不是只有去啤酒節就走了? 我真的有點忘了 它的市政廳很經典耶 它就是每一個那種慕尼黑的明信片上都會有的啊 了解 好像有感覺了 它這麼宏偉是因為啦 就當初在慕尼黑發生過那種超大的鼠疫 對 不過它那個不是跟歐洲中世紀的黑死並不太一樣 不同時期嗎? 對 不同時期 然後那時候全市有好幾千人上城 然後很多居民那時候為了逃避這個瘟疫 就跑到別的地方去 那所以這個慕尼黑就變成死城一樣 然後最後那個貴族回來這個城市之後 他希望說啊 恢復這種重振慕尼黑的往日的繁榮這樣子 所以他就哇 開始舉行很大的慶典啊 然後吸引人氣 然後 而且為了你知道就是趕走這種隨旗 所以他們 他們就在這種市政廳上面佈置了很多那種 就是很有節慶慶典的一些裝飾 你那時候有看到那個旋轉木馬嗎? 我好像沒有印象耶 那個是他的招牌耶 就是說慕尼黑的市政廳啊 他每天會敲鐘三次 就是早上11點 中午12點 還有下午5點 那他敲鐘的時候 因為你知道一般的鐘樓不是就是噹噹噹敲鐘這樣 他敲鐘的時候啊 他會像那個不鼓鳥一樣打開門 可是他出來不是鳥 他就出來很多那種 他有很多啊 就有些什麼騎士啊 還有一些 跳舞的人們啊等等的 所以每次出來的不一樣 還是會輪流出來 輪流出來 那時候我看到 哇 這什麼東西 而且很多很多遊客在那邊錄影 而且他們就專門等那個時間 就快到11點 然後是快到12點 然後我超幸運的喔 我根本就沒有查那個十幾點會跳出來 然後我一到的時候 噹噹噹噹 然後剛好那個騎士就跑出來 對啊 他們想有騎士對戰你知道嗎 就是騎士互打這樣 我不知道耶 那個真的超嗨的 是真人嗎? 沒有啦 他就是那個木偶在那邊打 其實他沒有真的打啦 他就是互相追逐這樣子 就像旋轉木馬這樣子 那時候我就問別人說 欸 那個騎士 就是什麼故事啊 就是他在 就是誰在打這樣子 然後他們說喔這個喔 這個就是那個啊 以前巴伐利亞時期喔 我們這個騎士跟別的幫的騎士打 狂墊別人的那故事這樣子 你在木裡黑你會不會覺得他們 開口閉口都在講巴伐利亞 我覺得好像聽到蠻多的 因為我不知道大家對於那個 以前德國的歷史熟不熟 不熟 因為你知道現代德國是在很晚的時候才成立的 對 像法國是很早就有了 那西班牙這些國家 英國這些都是很早就已經統一的國家 那以前其實是沒有德國的 他們是眾多的算是城邦吧 這樣子 那其中巴伐利亞這邊就算是一個獨立的區域 等一下 巴伐利亞邦的話有跨哪一些德國的城市啊? 主要就是木裡黑啦 那其他城市你應該都沒聽過 我也沒聽過 可是巴伐利亞州是目前德國最大的一州 而且經濟最強 是因為木裡黑是撐起來的嗎? 也算是 因為以前你知道東西德分裂嗎? 那所以以前的柏林就在東德 西德普遍發達城市比較多 那巴伐利亞就是其中一個 了解 不過這個也不是他們現在那麼拽的點 因為巴伐利亞他們過去的歷史上 他們就是一個很強盛的國家 他當初在以前這種日德曼地區 另外一個城邦普魯士 他變強之後 他統一了好多 應該說他整個把很多城邦 納入整個體制當中 所以他就等於說請巴伐利亞一起加入這樣 可是巴伐利亞因為他的國力很比較強 所以他就保有很多特殊的地位 譬如說他的外交啊 軍事上就有一些自主權 所以從那個時候一脈單傳 巴伐利亞人就特別壯 說我這個巴伐利亞跟你其他地方不一樣 我跟你說 那他們聽到巴伐利亞的時候是有炫耀的 真的 我在那個時候 我才大概一天半而已 然後就是 每天被巴伐利亞就是 如雷貫耳 就像我吃早餐的時候 在木裡黑的早餐 那種傳統早餐是非常非常豐盛的 他這個桌子擺滿排開 他那個香腸 光是香腸就有十幾種 然後烤起司炸起司也有十幾種 然後每個都一大堆 然後那時候看到 哇這個香腸 我這輩子沒看到這麼多種香腸 這樣我就很讚嘆 然後旁邊的人就覺得很爽 他就說 我跟你講這個就是 很巴伐利亞式的早餐 什麼什麼什麼 我說是喔這樣 然後來到市政廳 他就說 我跟你講這巴伐利亞的騎士 什麼店別人 我就說 好原來如此 然後到那個啤酒節的時候 你有沒有看到啤酒節旁邊有個 有個很大的建築 一個小山坡 上去有個很大的雕像 有點忘記了耶 就是啤酒節那個區域啊 它外面廠外啊 它有個小山坡上去 然後那時候我就坐在那邊看 整個俯瞰那個啤酒節的那個會場 感覺很棒耶 那個地方很棒 然後旁邊就有個很大的雕像 然後我就說 欸這什麼雕像啊 然後旁邊的人就說 喔這個啊這個就是那個 巴伐利亞雕像啊 今天來了那麼多巴伐利亞朋友啊 我會想說 喔什麼東西 然後他就說 喔這個 因為那個雕像是一個女性雕像 然後旁邊有個獅子 然後他就說 喔這個雕像就是用一個女性的形象 去呈現那個巴伐利亞的精神這樣 然後那個獅子算是巴伐利亞的一個代表物這樣子 然後就象徵了這個整個巴伐利亞的精神 巴伐利亞的精神是什麼啊 其實我一直不太確定巴伐利亞的精神 應該就是很拽吧 所以那時候你知道到那個後來 我聽到巴伐利亞 我已經聽起來不像巴伐利亞 因為聽太多次 聽到麻木 沒錯 欸那邱婷軒 身為一個前Bartender 你為什麼要翻為前職業這樣出來 身為一個前Bartender 你覺得啤酒節的啤酒真的比較好喝嗎 我覺得是真的蠻好喝的啦 可是我覺得大部分酒會好喝就是因為那個氣氛的關係 所以你覺得大家都很high的情況下什麼都好喝 而且喝到之後你可能也不知道好不好喝 對啦 但做得不錯他們啤酒真的是蠻讚的啦 畢竟德國是啤酒大國啦 所以它光是他們自己的啤酒品牌就一大堆 沒錯真的是很驚人欸那個數量 而且他們的酒廠也應該是每個城市都一大堆 喔說到酒廠我記得之前也去過阿姆斯特在那邊有一個海尼根酒廠 海尼根 所以海尼根是荷蘭品牌嗎 對對對 喔喔所以它是原廠就對了 你說你有去過他的原廠 去他的原廠喝酒 然後你覺得怎麼樣 而且你知道我覺得蠻酷的欸 就是他們雖然門票蠻貴的 可是你進去的時候它會發給你一個手環 然後那個手環的話它上面會有兩顆鈕扣 你可以拿那兩顆鈕扣去換他們的海尼根現拉的啤酒 你說那個鈕扣在會場裡面換喔 對而且那個會場其實它就是有點像觀光導覽的那種 就你一進去你就會跟著他們的導遊一直走走走走走 然後聽他們介紹海尼根的歷史阿 之類的 然後最後會到一個場地它可以讓你拉啤酒 然後如果拉得好的話 也不是拉得好 反正你不然拉得怎樣 你最後一定會有證書 所以它這個觀光客的證書對不對 對 然後你就可以換啤酒阿什麼什麼之類的 我覺得蠻酷的 喔那你覺得它裡面的啤酒跟我們在Seven買到的海尼根有差嗎 我覺得差不多 因為其實我蠻討厭海尼根 可是我覺得海尼根很好喝欸 真的假的 對啊 好沒關係我們品味不同 可是我品味常會變得很嗆 因為我喜歡喝台啤 我覺得台啤也蠻好的 我喜歡喝台啤那個classic 喔你喜歡喝classic 不是金牌那種嗎 那我覺得你說不定會喜歡喝就是皮爾森啤酒 皮爾森是怎樣 皮爾森的話它是一個捷克的啤酒品牌 然後我覺得皮爾森啤酒蠻苦的 你有去過皮爾森的酒廠嗎 嗯 那時候對啊 那時候我稍微去一下他們的酒廠黃黃 你是怎樣 歐陸所有酒廠都巡禮過一次是不是 畢竟我是前八天的 那皮爾森怎麼樣 覺得很苦 皮爾森啤酒真的蠻苦的 那個是我少數沒喝完的啤酒之一 真的假的 真的 那它的酒廠看起來跟海尼根 我覺得海尼根的酒廠看起來就比較 比較新穎比較現代 然後它還會有一些特效啊 什麼光在那邊打 特效啊 對它會有那種就是投影幕的特效之類的 就整個很浮誇 它已經是遊樂園了嗎 對它很浮誇 去海尼根主題樂園 我覺得是 那皮爾森就是比較傳統一點 皮爾森真的就是傳統的酒廠那種感覺 所以就沒有什麼酷炫的什麼證書啊 什麼有的沒的 可是你可以看到他們可能進去的時候 會有兩台的酒桶 然後正在那邊 釀釀 對 然後你會聞到很香的 啤酒花的味道嗎 還是賣的味道 我不太確定 那感覺也不錯耶 對啊 所以你該不會是為了皮爾森跑去捷克 對 到底有誰會為了啤酒去 特別跑到一個國家去 而且自從歐洲回來之後 我就決定 我一定要當個 bartender 所以你是從那個時候勵志當 bartender 對 哈哈哈哈 好 OK 所以你在慕尼黑啤酒節過後啊 你就 一天內就跑回 回到奧地利這樣 嗯 因為真的太近了 你覺得像你說的 因斯布魯克 對 跟慕尼黑看起來有什麼差別 因斯布魯克嗎 我覺得它比較 它給我就是一種小鎮感耶 就它沒有像慕尼黑那麼發達 光光那麼多 但是 應有盡有的那種感覺 我覺得 就是我覺得它這邊的人 是可以在那個點活一輩子的那種 我知道了 是不是那種 奧地利給人的感覺 就是一種小國掛名 然後德國就是 哇 泱泱大國這種感覺 欸我覺得有這種感覺 就是德國人 你會覺得他們 好像都比較豪邁一點點 但是奧地利人 你會覺得他們 比較偏義大利人那種感覺嗎 他們比較浪漫啊 然後比較 怎麼說 比較 你說會比較隨性一點這樣子 隨性嗎 隨性我覺得 歐洲人都有隨性 哈哈哈哈 好吧 所以還是有一些些微的差異 對 其實可能跟他們的歷史也算有點關係 你知道 德國跟奧地利曾經一度是同一個國家嗎 我知道 我知道 你知道嗎 我不知道 靠腰 到底知道什麼 我知道好像有這樣的歷史 可是我不知道他們之前可能一起的那個 對啦 其實這個歷史蠻諷刺的 對 就是說 因為德國的主體民族是德意志人 那奧地利其實 以前的祖先也算是德意志人 那大家都應該知道 一戰前有一個奧匈帝國 對 那奧匈帝國曾經一度很強盛 那可是因為它還是有很多內部問題 譬如說奧匈帝國是一個超級多民族 組合起來的帝國 那包括德意志人 那還有一些譬如說捷克人啊 還有一些斯拉夫人 那通常在奧匈帝國的統治階層 都是德意志人 所以他們覺得自己高人一等 怎麼聽起來跟巴法利亞 因為巴法利亞沒有統治整個德國 所以還是不太一樣 巴法利亞是覺得我最屌的 對 可是我沒有統治你這樣 不過在一戰之後奧匈帝國就爆了嘛 就整個解體 那解體之後啊 大家各門東西啊 每個民族都跑走了 那剩下一小撮呢 德意志人 啊怎麼辦 所以自己建立一個國家 奧地利這樣子 可是他們其實蠻可憐的啊 因為他們曾經有一種優越感 在奧匈帝國他們最大 那現在他所有小裸裸都跑掉了 剩下他們自己一小撮人 然後在這個奧地利 所以呢 他們現在既不是一個帝國的當家 他也不是一個什麼強國 他只是一個小小的國家 裡面的一群德意志人 所以那時候有一個風氣就是說 他們會很嚮往說 隔壁的德國啊 那麼大而且還同文同重 那我們乾脆就變成德國的一份子 算了 所以那個時候在一戰跟二戰期間 他們一直有這種統獨議題 我有公投吧 沒錯 那個時候 因為納粹德國越來越強 所以奧地利人看他眼裡 就覺得很眼紅 哇這麼棒 我們趕快加入他們這樣子 然後這時候國內就分兩個派 有統派跟獨派 哈哈哈哈 這個情況 然後那時候納粹德國當然希望同嘛 對不對 在奧地利內部的納粹 他們也希望說我們趕快統一這樣 所以就逼迫他們總理去加入納粹德國 他們總理是不希望這樣做 所以呢 他就說好 既然這樣的話我們來投票啊 來公投啊 看能不能加入嘛 那可是因為公投 那時候的結果其實是很未知的 什麼意思 就是說 那時候也沒有什麼很棒的民調 其實他們對於掌握民意其實是很不完全 所以投出來結果是怎樣 沒有人敢保證 那時候納粹就有點施壓吧 然後讓公投就直接終止 終止不到幾天 納粹德國的軍隊直接開進衛納 他說哎呀那個 不用投了不用投了 就大家都是德澳一家親啦 然後就直接 對德國人直接去戰車開進奧地利 直接接收奧地利這樣子 那當初那個時候很多奧地利人是非常高興 喔真的喔 對他就覺得說 哇我的老大哥來照我這樣 因為在一戰後的奧地利其實是蠻慘的 那相對於德國快速發展 他們當然身為一個鄰居 而且還是都是德意志人 他們就會覺得德國有沒有辦法來幫助我們 那他統一之後後來他們就幻滅了 因為對於納粹德國來說 他們統一奧地利的目的是因為有戰略價值 對 因為奧地利基本上是歐陸的核心 沒錯 他拿到奧地利之後 他進入南歐 進入東歐 都是暢通母族 所以他拿到之後 他就快速發展工業 那這樣聽起來不錯嘛 對不對 可是也會給奧地利人一種感覺 就是說 喔怎麼突然跑來一堆德國人來統治我們 因為原本他們可能會期待說 喔我們統一之後啊 奧地利人本地人治理本地 對 然後德國人就是在德國那邊 可是呢現在變成說你整個統治階層 全部換成納粹德國人 心裡會不平吧 對啊你覺得這樣會爽嗎 不會 所以他後來就 啊幹這跟我想的不一樣這樣 他就反悔 不過來不及了 而且你要跟 太生氣已經簽了 對而且你要跟希特勒反悔是不可能的 對啊天啊那時候 對啊 不過那二戰後又回歸整個 兩個國家分治的情況 嗯 欸那你有去過奧地利嗎 沒有啊 我就超想去的啊 為什麼啊 就 我不知道耶 因為以前在讀歷史的時候啊 課本上不是會教說奧匈帝國 挑起的義戰啊 然後後來又滅亡這樣子 其實我對於那種曾經存在 然後已經不復存在的國家 有興趣 所以我一直想說 我們想要來一個奧匈帝國巡禮耶 歷史巡禮 因為奧地利啊匈牙利啊 整個貫穿這樣子 我覺得你可以耶 然後你以後的歷史故事都可以串起來了 對啊 欸大家聽眾可以期待一下 搞不好以後我們有那種奧匈帝國特輯 大家想聽嗎 會大家根本就幹什麼 退訂退訂 不行啦不要這樣 說到這個訂閱 不知道我們的聽眾還沒有 還沒有按下訂閱鍵呢 現在粉絲能說我上升嗎 你說那是哪一種粉絲 我不知道任何的粉絲 任何支持我們的粉絲 我們現在有一些訂閱 在Spotify啊 或是Apple Podcast 都有些訂閱啦 嗯哼 可是它的數據我覺得一直很 我覺得很爛 就會看不太到那種 到底總訂閱數多少 那我們的Facebook和Instagram呢 都很少 喔 拜託 欸大家可不可以聽眾 大家有沒有幫我們推廣 再不推廣的話我們就要翻臉 哈哈 沒有啦沒有啦 欸我們是跪求大家 幫我們分享 時間少十個 分享給親朋好友 對拜託大家追蹤我們的Facebook 還有Instagram 對然後也記得要在 在Spotify或是在Apple Podcast上面訂閱我們的頻道 沒錯 你看我們每一集最後都苦口婆心這樣講 也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在聽 我覺得為了潛移默化洗腦大家 其實大家以後要睡夢中就會 起來就要訂閱接觸地球 聽起來好可怕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